学务处身心健康中心以家庭为主题 举办一系列的讲座活动 昨天邀请知名作家袁琼琼担任讲师 聊家族书写的意义与重要性 现场除了学生之外 也有不少老师及校外人士前来 袁琼琼强调 家族书写对个人有疗愈的作用 借由书写能厘清自身的情感与事情的真相 活动主办人李清英说明 希望透过本次的活动 让大家更认识自己 并了解自己的独特性 他提到 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去贴近自己 去说自己 你会发现确实你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他也表示 未来身心健康中心 也会举办关于家庭的讲座活动 期望能让政大学生 对家庭有不一样的认识 政大之声记者 战亦云的采访报导